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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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说话为职业绝对是一个非常勇敢的选择 李旦和他的效果文化一直在战战兢兢 小心翼翼的办着脱口秀大会 就这样还总是被各种举报各种限制 House出事之后今年的脱口秀大会还能不能准时上线 不太好说了已经 那么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个House在前段时间的这个演出中讲了个段子 其中有一个梗 他说呢自己最近领养了两只野狗 有一天呢看见两只野狗跑出去追那个松鼠 看到此情此景 他立刻想到了八个大字 作风优良能打胜仗 结果就是这八个字让House惹了麻烦 听见没有 作风优良能打胜仗 这八个字那可是中共军人 向当今圣上宣誓效忠的口号 怎么可以随便开玩笑呢 于是看过House的这个演出之后 立刻有一个一心爱党忠于皇上的小粉蛆 赶到自个儿的这个玻璃心碎了一地 好你个House是吧 竟敢寒沙摄影的嘲讽我们忠诚的人民子弟兵 举报 于是就把这个House给举报了 于是House就被禁言了 我觉得举报House的这只狗 肯定不是一般的狗 肯定是这个忠诚度很高 很敏感的狗 不然怎么一听到野狗这个梗 就这么敏感呢 对吧 对此效果文化迫于无奈 只好停止了 House下面的所有的演出 无限期停止 当然人家也是想给自己辩白几句 就说脱口秀是个冒犯的艺术 如果不小心冒犯了您 对不起您多多包涵 然而粉蛆们是不依不饶 说呀 冒犯是吧 那怎么一见你们去冒犯美国大兵啊 怎么不去冒犯犹太人呢 怎么不去冒犯LGBT呢 特好家 废话 人家冒犯得着吗 人家 强拆老百姓房子是美国大兵吗 拐卖人家梁家女孩 还在脖子上拴上根铁链的 是美国大兵吗 以这个工作学业为由 强迫这个威胁 胁迫强奸你女儿的是犹太人吗 把农民辛辛苦苦种的庄稼 都给糟蹋光了的 是LGBT吗 就说这话 这脑子怎么长的 脱口秀是需要冒犯 但是冒犯的对象 难道不应该是来自这个演员 自己所生活的那片土地吗 来自他所熟悉的这个社会吗 对吧 别让我冒犯的着 我讽刺挖苦的 不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事 我们生活中的这些事吗 对吧 难道冒犯的不应该是那些不公平 那些丑陋和那些暴虐的强权吗 中共治下的这个丑恶的这个残暴 这些事还少吗 对吧 不值得去冒犯一下吗 对吧 还用得着把注意力 跨过大洋 去关注那些给你八个杆子 打不着的美国人 犹太人 什么LGBT 这脑子 野狗都比你有逻辑 哎呀 这个可怜的House是吧 哎呀 就是 这一下职业生涯 到这儿至少得暂停一段时间了 是吧 收入啊 生活啊 职业这个规划全都泡汤了 哎呀 所以这个脱口秀演员 这个行业在中国 是个非常危险的行业 哎 搞不好就出事 是吧 OK 刚不说到狗了吗 今天还有一个关于狗 奴才的消息特别懂 美国德州啊 有一个美籍华人 叫做梁承运 是当地的一个组织的头目 这个组织叫做 和平统一促进会 合统会 哎呦 合统会 妥妥的中共的特务机构 这个梁承运是会长嘛 所以这个会长梁承运 那妥妥的应该是咱党自个儿的人呢 人家还曾经被邀请到人民大会堂 吃饭 和杨外长 杨洁篪外长合影 还上过人民日报 而且香港反送中那会儿 梁承运指挥他的这个合统会 公开发表声明 代表海外华人 坚决拥护和支持 香港落实国安法 也不知道谁给他的胆子和授权 他就把我们这些海外华人都代表了 是吧 真逗上 而且你看啊 人家在出席活动的时候 还穿着反台独 促统一的马甲 哎 穿上马甲我们就不认他了 是吧 表示支持祖国统一 坚决反对台独 所以不管怎么看 这位梁承运 都是我党的忠诚的狗 奴才 听话的狗 奴才 但是诡异的事就发生了 就是在今天5月15号 大陆时间5月15号 现年78岁的美国公民梁承运 被中共苏州法院一审宣判间谍罪名成立 成间谍了 被判处无期徒刑啊 我天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还没收了人家个人财产50万元人民币 哎 你瞧瞧 什么情况 哎 就在前段时间 美国人刚刚抓了波士顿 核统会的那个会长 哎 中共现在又判了德州核统会的会长 这核统会还有个火路吗 我天 间谍罪 你说美国人判它个间谍罪 咱们还能理解什么 怎么你中共也判间谍罪啊 人家是你的 你的人啊 你的奴才啊 在你的指挥下 指哪 冲哪就叫啊 在你的指挥 听命于你的 很听话的 怎么这也有罪了 还判了个无期 我天 这个实在有点不太好理解 哎呀 这核统会现在这个日子不太好过呀 两头受气啊 啊 梁会长他们原本以为可以脚踩两只船 现在成了在两只船上都被人打 没活路了 哎呀 我天 你们要知道这个共产党急眼了 那咬自个人的事 司空见惯呢 因为上智国家主席刘少奇 啊 什么这个林彪 彭德怀 包括邓小平都被咬过 是吧 土共啊 对自己人下手是一点都不手软 所以那些个大大小小的中共的海外的各种特务机构的成员 什么福建同乡会什么合同会赶紧做鸟兽散吧 我告诉你 不然下场不会好 不是被美国人抓 就是被中国人抓 我天 就被中共抓 是吧 哎呀 你即便逃过了美国人也逃不过你们的主子土共啊 而且 哎 我告诉你啊 美国人还讲个法制 还遵循法律程序 你还能是吧 还能好点 我告诉你 你看土共 啥理由都不给 啥程序也不讲 直接判个无期 说到这个梁承运怎么会被判刑呢 目前有多种的猜测 现在不知道啊 官方也没给出任何理由来 只说他间谍罪 到底怎么个间谍罪不知道 所以有多种猜测吗 一种说法呢 说这个梁承运真的是交财两只船 在为中共卖命的同时 也悄悄提供情报给美国人 所以被中共抓住了 判刑了 杀鸡尽猴 另一种说法 说这个梁承运啊 是这个 他是这个属于江曾势力的人马 哎 把他揪出来众叛 是出于派系斗争的这个需要 至于具体原因 目前还不清楚 哎呀 这年头狗奴才不好当 那么接下来再说件事 说到这个颇受党国器重的文艺界的人士 李双江 哎 绝对是其中非常重量级的一个是吧 唱了一辈子的红歌 在给党国粉饰太平这件事情上 绝对是尽职尽责了 那党国对他也不薄啊是吧 名利财富地位一个不少 还把比他小27岁的这个学生梦哥 变成了自个的老婆 哎 这人生算得上是完美 是吧 哎 差一点 差一点 就说 人生不会那么那么容易就完美的啊 他那个儿子是他最大的心病 今年二月蹲了十年大牢的李天一出狱了 这个李天一就是李双江的宝贝儿子 为什么入狱呢 这事大家也都知道应该啊 十年前 李天一伙同他人轮奸一名少女 事情被曝光之后 全国上下舆论沸腾啊 权贵子女强抢 强奸名女 这种事在哪个朝代都会引起极大的名分 在舆论压力之下 虽然李双江夫妇是上下奔走 希望能够将爱子从轻发落 但无奈 名怨太大了 最终被判入狱十年 十年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2013年判了嘛 今天就放出来了 二月份放出来了 出狱了 这个李双江一家人呢 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网上日前有网友发布消息称 李天一已经被李双江夫妇安排去了美国安顿 轻易就不回来了 还说这个李双江还连夜转移财产等等等等 还曝光说李双江养老金每个月三万块钱 首先呢 李天一是有犯罪记录的 想拿到美国签证恐怕有困难 除非他2013年进去之前就已经拿到美国身份了 那么有可能被这个李双江安排到其他地方安顿 毕竟以李双江的这个地位和经济实力 想安排自己的儿子找个安静的地儿 这个掩人耳目的住一段时间 也不是什么太难的事 说他连夜转移财产 这个就属于博眼球的说法了 像李双江这样的党国名人 他们会转移财产 但绝对不会连夜转移 眼下中共这个局面 你连夜倒腾那么多钱到海外 你不属于顶峰作案吗 以李双江夫妇的精明和算计 怎么可能 早就在干这事了 该转移早就都转移出去了 不需要连夜 再一个 李双江每个月三万块钱的养老金 这不多 你不用吐槽三万人民币 这不多 李双江少将军下 这个文职军人 享受正军级的中将级别的待遇 每个月三万块钱 那很正常 这钱并不多 那么说到给李双江添堵的 这个儿子李天忆 是中国 我们听到这个历史故事中 非常典型的恶少 仗势欺人 仗着老爹的权势 威非作戴欺男霸女 李天忆是李双江 在57岁的时候 1996年 和孟哥生的唯一的儿子 老来得子 所以李双江对这个儿子 宠得不得了 你听这名字 李天忆 天下第一 天下唯一 对李天忆提出的任何要求 李双江都会 详方设法予以满足 李天忆就在李双江夫妇 这种没有原则的娇宠之下 慢慢长大 在他上小学的时候 有一次和小朋友伴嘴 几句话说的说不好了 是吧 李天忆上去打人家 他个子也大 把别人打伤了 学校要请家长 李双江到了学校之后 不是先替儿子道歉 而是干嘛 而是先问李天忆 儿子手疼不疼 就这爹 我的天 能教育出什么样的孩子来 而且渐渐长大的李大公子 也渐渐弄明白一件事 第一件事 咱爹是个大人物 谁都得听 谁都怕的 是吧 第二件事 我要干啥 我爹都不反对 13岁生日那天 李天忆许了一个愿 希望老爸送我辆车 靠啊家伙 老爸没让儿子失望 直接送了李天忆一辆宝马 从此京城里就多了一个 先一怒马 一记绝尘的恶兽 常常在这个闹市区 飞驰而过 吓得路人是一脸惶恐之色 李大少爷第一次扬名立外 是在他15岁那年 就是2011年 一天李天忆叫了几个狐碰狗友 开车出去玩去 因为嫌前面那辆车开得太慢 李天忆时间喇叭呀 人家没提速啊 这可能是新手吧 是吧 结果大少爷就不高兴了 是吧 从旁边啪 抄车抄过去把人车堵住了 下车把前面那辆车的车主就揪出来 打得鼻青脸肿 旁人实在看不过眼 纷纷下车 拉开了双方 被打的车主一定要报警 李天忆一听 一大喊说 你敢 你敢报警 你知道我爹是谁吗 我爹是李双江 好家伙 我爹是李双江 好在受害人没有被李双江这仨字给吓唬住 立刻果断报警了 结果大小报纸就把这个事给捅出来 一顿报道 李双江父子火上了热搜 被打的车主住进了医院 李天忆被刑拘 因为驾车肇事还动手打人 李天忆受到司法惩罚 因为他是未成年人 15岁 所以被判关进收容所一年 这件事丝毫没有引起李双江夫妇的警惕 儿子被关进去了 他们非但没有吸取教训 对儿子以后是严加管教 反倒埋怨被打的车主 你太不通情理了 他这个小孩你太不给我面子了 报警这呢 在医院和人家车主还吵了一架 就这素质 这道德水平 不愧是中共培养出来的老艺术家呀 好不容易一年过去了 李大少爷出狱了 李双江夫妇大白艳艳为儿子接风洗尘 哎呀儿子呀 爹让你受委屈了 所以这个李天忆非但没有吸取教训 反而是变本加厉 刚出来一年之后 又干了一件更恶劣 更凶残的丑事 就是这个强奸民女 这件事当年可是这个非常轰动 弄的是民怨沸腾了 事情发生之后 李双江夫妇的表现非常可笑 先是这个李双江当爹的 上下奔走 希望能给儿子脱罪 他老婆孟哥更可笑 竟然找律师帮忙 要把这个事说的颠倒黑白 他接受采访的时候 公然就这么说 说我的儿子才是受害者 是那个名女主动勾引的 我儿子李天忆 倒打一耙 这件事被媒体曝光之后 舆论是更加愤怒 这下上面就算是有心想帮忙 也不敢触犯重怒 于是17岁的李天忆 被判了一个有期徒刑10年 从这件事就看得出来 李双江夫妇本身的道德素养 太有限了 也难怪会把孩子教育成这样 但是毕竟是当爹的当妈的 儿子下了大狱 这对夫妇的对他们的打击不小 之后再见到李双江露面 感觉一下子就苍老了不少 前一阵网上流传了一些照片 是在李天忆今年2月份出狱前后 李双江夫妇在某大酒楼大摆宴席 铺着红地毯摆着花篮是吧 请了一众圈里的好朋友 著名的什么杨红鸡什么的 又唱又跳 有说有笑 推杯换盏 八九延环 据说是为了给儿子接风洗尘做准备 你看 当时有些言论啊 说哎呀 人家都是84岁的老人家了 说这个李双江84岁了 儿子也付出了10年牢狱的代价 大家就别再说他们了 就忘记前嫌吧 是吧 希望出来之后好好做人 回馈社会吧 好好做人回馈社会 不可能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这样一个小孩 17岁就强奸名女 关进了监狱里面 在中共的监狱里能受到什么好的教育吗 只能学得更坏 更狡猾 更残忍 所以我实在很难相信这个李天一 会变成一个对社会无害的 道德感正常的一个正常人 指不定未来还会弄出什么妖蛾子来 是吧 而且他给人家那个被害的女孩造成的这个精神创伤 恐怕是一辈子都没办法愈合的 但是事后李双江夫妇对此没有任何表示 既没有上门给人家道歉 物质赔偿这些什么都没有 完全就这样的一对夫妻 是吧 可见这个被党国力捧的这个艺术家的人品到底怎么样 看上去呢 李双江夫妇是因为过分溺爱自己的儿子才造成了这一切的悲剧 但这同时也是中共权贵鱼肉百姓欺压良善的一个缩影 在了解了这些事情之后呢 你还会去听李双江夫妇唱的那些洗脑的红歌吗 好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就到这里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另外呢 我还有一个专门讲述西方艺术史故事的会员节目 叫做大话西游 内容都是那些响当当的名字背后的那些精彩的故事 会员网的网址就在每期节目评论区的置顶处 欢迎您有空去看看 再一个愿意捐助我这个频道的朋友呢 捐款网站就在每期节目评论区的置顶处 或者您现在就扫描屏幕上的这个二维码也是可以的 好 再次感谢您的收看 新闻最潮点 咱们下次见